我俩在一起一年半 自从她前男友又出现 我越来越觉得 在她心里前男友才是第一位 我前男友跟我的感情很特殊 很多时候我只是不忍心而已 她在前男友的问题上 总是瞒着我骗我 如果她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有必要这样遮遮掩掩的吗 我真的只是为了不要让她多想 她就是太敏感多疑了 我这一年多为她做了这么多 都不及她前男友的一条微信 我觉得我就是她前男友的提升 我实在受不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戴22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莹22岁 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辈 你好 最害怕听到的就是钱钱钱的什么 这个事挺可怕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骗子 交踩两只船 我感觉我很快就要被她踹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来问问她 你到底是选择跟她走 还是跟我继续在一起 我怎么交踩两只船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我跟你在一起 刚开始也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呀 你看你还不回答我 她马上就要跟着她前男友去上海实习了 你去上海 我去哪儿啊 你也去上海呀 那我能去吗 她前男友在 那肯定不能去啊 慢慢地啊 小伙子不要激动 女孩子也不要激动 好不好 我问问啊 你的前男友是同学 我的前男友不是同学 那是 就是我跟我前男友认识的是 以前我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玩游戏认识的 然后后来他就出国留学了 他出国留学以后 我俩才在一起 就是从在一起 然后到分手也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俩现在已经分手了 我和他之间也就是 最多就是朋友的关系 对对对 你都没见过面 没有见过面 对啊 所以当初我听到 他前任这个故事 我真的挺惊讶的 我说你们俩这感情故事 你要写出来那都是个小说 关键是这个男的 对他影响还特别大 这前男友有什么关系 我们俩在一起年多 前一年是挺好的 可是自从半年前吧 他前男友突然出现 出现在哪儿了 出现在上海了 然后呢 然后这就一直以来问题不断 而且最近本来我们俩 这不马上实习了吗 我之前提过 我说可能去一些上海啊 或者南方这些大城市 但是我现在我爸妈觉得说 想让我留在北京 所以我就问他的态度 他之前也说 南方北方都行 我跟你走 就最近突然就跟我说 我要去上海了 你这把明这不是 你跟你这前男友走吗 你不能这么说啊 不是 我怎么就跟我前男友走了 我找那上海是 也是我那个朋友给我找的 你哪个朋友啊 是不是就是你前男友啊 怎么就 我朋友就变成我前男友了 那朋友就是朋友 前男友是前男友 你得把这两个事分开啊 而且当初是你说 也要去南方 我才想着去一起去南方 而且上海是个挺大的城市 我觉得那发展机会不错啊 然后你现在又这么多一夜 是 上海是没错 我刚开始也想去 那关键现在不是 你前男友他就在上海吗 那我还能让你去吗 行 他前男友在上海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问他的呀 你前男友他之前联系 特别频繁吗 这半年 这我要不了解 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络 不是密切的联络 就是我们分手以后 还是可以做普通朋友的嘛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 也是以朋友的身份相互问候 然后就他说他回国了 然后在上海工作 我那个时期也不是 前男友给我找的 他就偏得多想 他就特别多疑 你不是跟我说那天前男友朋友 我给你找的吗 那肯定跟你前男友有关系 不不不不 你们俩现在在哪个城市读书 在河北 你想去北京 我爸妈想让我去北京 但是我哪都行 你自己想去哪儿 我当时也是想着 跟他一个城市嘛 那就去上海吧 那我肯定不能去啊 为什么不能去 他们俩之前他在河北 那个在国外 他们俩都在一起一年多 有那么多故事 你说最近又开始联系 这去上海了一年之后 别说一年了 你一个月之后 我还是跟你男朋友 都说不定的 不是 你得去死 要死也得死得明白 知道吗 作为一个男人 我一直都在感情 我一直在 technical Think 或许可靖